這段影片我們來講Affiliate WP的推廣後台 那我們會介紹怎麼樣製作這個推廣後台的頁面 還有怎麼樣來優化它、美化它 以及上面的資料是代表些什麼 我們會做說明 首先我們要知道這個頁面怎麼樣製作的 其實這個頁面我們不需要自己製作 你只要Affiliate WP一裝起來 你就會發現在頁面裡頭你多了這個頁面 那你可以做的就是我們把這個頁面的名稱標題 比如說我就改成推廣後台 那代稱就是網址的部分 那你如果覺得這個名稱這個網址不喜歡 想更改也可以做更改 那我們把它更新一下 這樣子我再回到這個頁面 重整一下你會發現這個 剛剛那一段英文的標題我就改成推廣後台了 那我們要注意的就是 如果你把這個頁面刪掉 那要再重新做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在這個頁面裡面放showcode 像它預設的showcode就是這個 那你要放這個showcode 它才會產生這些資料給你 那如果說你不小心刪掉了 那你就重建一個 那你要記得回到你的Affiliate WP的設定 在一般這邊推廣後台的選項 就要設定成你新建的那個頁面 你如果只是改變原本這個頁面的標題啊 甚至代稱啊 那都OK 它還是一樣不用在這邊做修改 可是你如果刪掉重建一個頁面 重新放showcode 那你這邊就要設定好 這樣我們再寄email給推廣人員說 你要登錄推廣後台要去哪個頁面登錄的時候 它才會帶正確的網址給 在email裡面給對方 然後我們看一下 這一個推廣後台 看起來就是比較醜 這是預設的 它是長這樣子的 那其實我們是可以針對它來做優化跟美化的 所謂優化就是 我可以更改它的順序 甚至我可以更改這個名稱 現在目前的名稱是我語言包裡面的 但是如果等一下我用另外的那個方法 你就可以把名稱都改掉 然後美化就是我舉幾個例子 我在教學網一登錄的後台 目前是這樣子 這個有可能會改版改掉 那你就參考一下就好 在這邊推廣網址 推廣統計等等的這些相關資料 它是長這樣子 那我再舉另外一個例子 這是另外一個網站 它也是用fewp 那它的推廣後台就是長這樣 就是紅色的 灰色的這樣子 所以其實它是可以美化的 然後像這個 直銷用邊計畫 它也是 是這樣子的 這個跟原本 長這樣子 就其實不太一樣 有比較好看嘛 那我們就要教大家怎麼這樣來 美化它 那要美化之前呢 你要先裝一個外掛 這個外掛叫做 這個就是推廣後台 那你會覺得很奇怪啊 那我們剛剛在這邊 不是已經有修蔻了嗎 好 這個外掛它可以讓 你有更多的修蔻 我們剛剛在 這個推廣後台 它是一個修蔻把所有的分頁 這邊有1 2 3 4 5 6 7 7 個頁面全部帶出來 你希望說我不要讓它看 訪問紀錄 我希望不要讓它看圖表 反正這個圖表也 其實意義也不大 好 所以我不想讓它看 可不可以 不行 好 但是如果你裝了這一個 外掛 那在圖表的部分 你就把它 你就不要用 像這一個 這一個 修蔻就是圖表 Graphic 然後你就不要用到這個修蔻就好了 你可以用 只用你想要用的修蔻就好了 然後再配合頁面編輯器 現在大部分的主題 好像我剛剛舉的那幾個例子 他們都有內建 頁面編輯器 然後再透過頁面編輯器 把這個修蔻放進去 我們做示範 我先把這個外掛裝起來 我們在外掛 安裝外掛把名字 放進搜尋 然後 就可以找到這一個 把它裝起來 我到這一個 推廣後台的頁面 然後啟用我的編輯器 那在這邊我要 插入我的模塊 當然每個頁面編輯器都不一樣 你要找到一個就是 它這邊的翻譯叫選項卡 可能 你的翻譯叫 英文應該是Tab Tab 那 就可以來輸入 比方說第一個叫做 推廣王子 然後在內容的地方 你就要輸入推廣王子的 修蔻 所以這一個推廣王子 這四個字是你可以自己編的 你也可以寫叫產生推廣王子 或者是就推廣王子四個字 隨便你 那相對應的修蔻要到哪裡看 你看到 剛剛我們 在Wordplace 官網 這一個外掛底下 你要找到 這一個 URL 這一個就是 推廣王子的修蔻 然後切換到文字 比較安全 然後保存 然後我們再新增一個 比方說是 成交紀錄好了 然後你要貼上 成交紀錄的修蔻 是這一個 我會在教學影片下面 把 這幾個修蔻都貼上來 然後 寫上我的翻譯 那當然 你要自己 稍微做一些修改都OK 然後 最終 你還是要以 這一個頁面的修蔻為主 因為它有可能會更新 或者是增加 那 你還是要到這一個 頁面來看一下 然後 因為我可能不會去注意到 它有更新這樣子 或許你可以提醒我 如果你有發現的話 這一個是 推廣資源 好我先做三個示範就好了 那 我 等一下要做進一步介紹的時候 我把其他補齊好 然後我現在把 保存 與退出 然後儲存 等一下我們再介紹用Btheme 來做出這一個分頁 所以 你看我現在的畫面就是 變成分頁 就是變成分頁的一個狀況 然後 我們來看Btheme怎麼做 這一個是我教學網的 會員歡迎頁 那你看我在這邊 像Btheme就是用Tab 所以 你就增加一個 Section 就是一個 區塊 然後 增加 Item 增加項目 增加是Tab 然後用全寬 因為你第一次增加Tab的時候 我按錯了 增加Item 好我們選Tab 我們再重新做一個好了 Tab在這裡 然後 你一增加Tab它是四分之一寬而已 你就把它放到最寬 然後我把它往上拉 這樣子 原本的會放在下面 好這時候我要進到Tab裡面編輯 一樣我 在這邊 增加Tab 它的位置比較小 好 推廣 網址 對不對 然後 把推廣網址的 show code 貼過來 然後我再增加第二個 叫 推廣資源 我這邊示範兩個就好了 反正都一樣就是 增加項目 取個名字 填入show code 都是一樣的動作 好 然後儲存 再更新 更新完之後 我們檢視一下頁面 好 那你會看到 我現在上面有剛剛增加那兩樣 好 然後下面才是我原本的 那這個是 B-SIM它其實是可以選擇橫向跟 縱向的 我們看在哪裡設定 我針對我上面這一個 點進去編輯 那這邊 它的樣式 現在是 水平的 那 V開頭這個就是垂直的 所以我下面這一個是垂直的 上面這一個是水平的 那就提供你參考一下 看你要 用哪一個 剛剛我們講到要優化或美化 我們的推廣後台 都是利用剛剛那個show code的外掛 然後再搭配上頁面編輯器 不過如果你的主題並沒有提供你 音面編輯器的時候呢 那你可以參考一下我在免費課程列表 這邊有一個 Wordpress快速上手課程 在這套課程裡面 有提到這個外掛 這個外掛就是一個 頁面編輯器 不過這個外掛它本身 並沒有分頁 就是剛剛我們講的那個tab的功能 所以要再搭配上另外一個衍生的外掛 這個外掛也是同一家公司出的 所以裝了這個外掛之後 你就可以多了很多選項可以啟用 不過這些選項裡頭呢 也沒有分頁 所以呢 我們要再裝另外一個 總共要裝三個 你要再裝一個這一個 裡面才有分頁 好 那所以 我們先 把這三個都裝起來 好你三個都裝起來之後呢 在外掛底下 你就會發現多一個選項 好按進來這個頁面 我們就往下找 找到tab 然後把它active 它原本是像這樣灰色的 那你要按一下active的按鈕 讓它變藍色的 好 那這時候我們隨便找一個頁面 來做示範 在這個頁面裡頭呢 你會看到在編輯器這邊 多了一個叫做Page Builder的分頁 那我們就點下去 按確定 好 那預設本來它就有一個列 那我們可以把它刪掉 或先留著都沒有關係 然後我們新增 一個列 那這個列一進來 它會讓你選 你要幾籃 像預設是兩籃 50% 50% 那我們希望是一籃就好了 所以我們插入 插入之後它會在下面 我們可以按這個按鈕 在這個 游標移到這個按鈕來 往上拉 就移上來 移上來之後 我們在裡面要加東西 我們就按這個add widget 然後我們選到剛剛那一個 Ultimate add-on bundle 就是第三個外掛 然後它才提供這個分頁的功能 所以我們點進來 點進來之後呢 我把它加錯地方了 所以我要拉到上面來 那我們按編輯 Edit 進來編輯 這一個 我們可以為它取個名字 比方說叫 推廣後台 這個名字是給自己看的 所以自己看得懂就好了 那跟之前Bsim一樣 它也可以選水平或垂直的 那我們就加入項目 比方說我先按一下add 然後這邊就有增加了 然後我再針對這一個已經增加的 點兩下 點一下就好了 展開它 然後我第一個是推廣網址 然後我在文字這邊要貼入 show call 然後 再回到tab這邊點一下 收起來 那再加第二個 再點一下 讓它展開 然後是 成交紀錄好了 那我再找成交紀錄的 show call 貼上 那我們示範兩個就可以了 再按一下把它收起來 然後我這個儲存 儲存只是儲存這個tab而已 那針對整個頁面我再更新一下 好 更新完成之後 我們就檢視一下這個頁面 那你就會看到 這個就是我們用剛剛那個 頁面編輯器做出來的 就可以有這樣分頁的效果 好 那我們 我們 再看一下這一個 show call的外掛 其實它功能還蠻多的 這邊是原本的那七個 那底下都是 多出來的 我們快速的簡單介紹一下 這是登出的功能 然後這是針對成交紀錄去顯示 以支付跟未支付 然後這是針對收入的部分 這一個推廣人員收入的部分 已經收入多少 已經哪些還沒有支付的 然後這個是針對 它有推廣活動 我們在產生網址的時候 有一個可以設定活動的部分 這也可以顯示 然後在這邊可以顯示 透過這個show call 可以顯示推廣人員的名稱 所以你可以hi 然後這個show call 就會hi捷克這樣子 然後是不是這個名字 我只顯示名稱就好了 因為英文裡面有名稱跟姓氏 它是拆開來的 那你可以用這一個 然後這個是使用者 使用者就像我的使用者是 adwoadmin 但是我的暱稱可能是jack 就是不一樣的 然後id就是數字 然後這個就是 瀏覽統計有訪問過的 然後這個是轉換率 然後這個是佣金的一個比例 那這個你都可以自己 把它貼進去 去實際看一下 因為我現在只是 大概按照字面上的意義 來做一下簡單的介紹而已 實際它顯示什麼樣的內容 你還是自己去測一下 好那最後我們看一下 推廣後台 預設的這幾個頁面 它的作用 第一個產生推廣網址 那就很簡單了 就是我們之前其實有講過 你可以隨便拿一個網址放在這裡 然後按產生網址 它就會產生一個帶推廣ID的網址 那你甚至也可以有活動 比如說我這一個是專門 推特上面的 在推廣的 那我產生網址 它會多帶一個這個 那我們看第二個統計 那因為我這個推廣人員很懶 偷懶 才剛申請而已 沒有什麼統計資料 那有兩筆未支付的佣金 那訪問紀錄有三筆 所以轉換率是 2除以3 66 的比例就是這樣子 未支付 因為都還沒支付 所以 未支付是600 那付過之後 就會跑到這裡來 比方說是600 一支付這邊就會變0 這邊就會變600 然後 我目前的佣金 我可以拿50% 然後 這個就是剛剛那個 我增加那個推特有沒有 那我沒有設置 所以就沒有針對 推特 那一個活動 來的 流量 所以沒有記錄 尚未設置 然後接下來我們看圖表 圖表其實就是 把剛剛那些統計 未支付啊 什麼的 變成圖表 讓你看 那你可以針對 不同的區間 時間段 來做篩選 那成交紀錄 那你有哪些 透過哪些 像這個是WooCommerce 賣產品的 那這個是 RCP會員 賣會員的 然後哪一天 狀態怎麼樣 金額怎麼樣 就顯示在這裡 那 訪問紀錄 像這幾個都是直接訪問 都是我直接 把 推廣網址直接貼在瀏覽器 所以都是直接訪問 假設你今天 把它放在你自己的部落格 比如說皮克邦 那人家從皮克邦那邊 點過來 那這邊就會顯示 你在皮克邦那一個 網頁的網址 那人家點 點了這一個 有買東西 那就叫移轉換 那一個人點了這一個網址 沒有買東西 那就是一個XX 推廣資源 這個要等我們在 在後台的推廣資源裡面 有設定 才看得到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後面的影片裡面 講推廣資源的時候 會有說明 然後設定的部分 就可以讓你設定收款郵箱 不過這個收款郵箱 主要是像PayPal 那一種就是 可以收款的 那如果說 像現在PayPal 台灣也不能用了 那你就只能用別的方式 可能是自己銀行轉帳 給你的推廣者 所以這個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用處 你反而是可能要請他們提供銀行帳號給你 才有辦法轉帳給他 那這個是推廣者的後台 所以推廣者願不願意收到成交通知的信件 那願不願意訂閱我們的專屬電子報 那這一個 有沒有訂閱這個是你要另外安裝 那個電子報的外掛 這個我們前面的影片有講過 好 所以 推廣後台 的 部分 我們就通通講完了 那這段影片就為你介紹到這裡 對 一在 有 五Cha 洲 有 三 五 一 二 二 一 二 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